HELLO 大家好,我們是HAPPY STATION 我們大家年輕人,各自各有很多不同自己喜歡的東西 很想創一個頻道,或者建立一個平台 讓大家可以嘗試玩到自己喜歡的東西 暫時來說是固定我們自己的歌手班底 然後再跟他們出一些原創歌 然後再慢慢嘗試一些不同新的曲風 去做一些比較少人做的類型 因為我在HAPPY STATION主要負責Live Jam Session 我就想透過這件事去邀請多些好的音樂人來 這裡我和他們一起jam 給他們一個平台交流的機會 每一次我們都請了一個歌手 然後就有不同的樂手來試一些新的東西 可能在Live裡面有加一些channel 可能加一些beatbox 有不同的元素就試一下一起jam 我自己就想將更多自己對音樂的看法或者訊息 告訴觀眾 透過這個channel 無論是我自己作的歌,自己作的詞 還是可能是在Cover上會玩到不同彈琴的方法 都很想透過我做到的東西和觀眾有個互動 所以每一次我看他們的留言 或者聽朋友說聽完我們的歌 然後Whatsapp 告訴我們怎樣怎樣 有好有不好 我聽到都會很開心 本身都有回到part time 但是那份part time跟音樂完全沒有關係 都是一個星期四天 然後就回到晚上 因為我本身都是晚上的人 我主要都是玩音樂 教一下Cajon 然後我又有租音樂出去 還有搞Marketland & Sales的公司 所以 就是企業家 對 還有做freelance event 都有做 所以都很忙 但是 Headbeat 這裏都是應該值得發展的東西 做音樂是真的很艱難的 沒有什麼怎樣賺錢 其實搞這個channel 也不是為了賺錢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所以這裏是沒有錢賺的 經營了這個channel一年 我覺得 所有回憶 所有事情都是很開心的 這個是我繼續堅持 做無論做多久都會繼續做的原因 那就由土瓜人直接飛到波羅山 然後直接飛到過去 然後又山腳爬上山頂 我想那次是幾難忘 因為那時候是 就是 他打給我搞不定 然後我就什麼都不想 就真的 不好意思我真的要走 然後就一直走 看到的士 然後就直接飛到去那邊 在上一次 《回憶碎片》 就是《紅仔頭》 微電影主題曲的首歌 沒有歌詞的情況下 我們就全部唯唯唯坐在這裡 就用了六七個小時 一起作些歌詞出來 我覺得現在香港 有一點點跟不上全世界的步伐 其實還是跟20年前沒有什麼分別的 但是其實人家外國那些 歐美、韓國那些已經進化了去 另一種風格 其實是看到一些新的 一些年輕一點的作曲人 或者是一些監製 他們會做一些比較生命一點的歌 但是很多時候 在唱片公司那裡被人截了一部 其實我覺得有點可惜 我覺得應該要去開放多些 給現在一些年輕的人 嘗試做一些新的歌 就是我會用更加大的力度去影響一些年輕人 其實就是因為我覺得 追夢這個過程其實是辛苦的 但是我覺得是會值得我們 每一個人一生都去嘗試一次 我想這樣的一個團體都告訴別人 其實做音樂 有時候可能你自己一個 是未必做得整這件事 都希望可能他們自己 會再自己自發去做 就是會再去 可能我創辦另一個東西 也是跟音樂有關的 就是希望越多的一些所謂花可以開 除了我們本身自己 都嘗試多些不同的東西 就好像一個 role model 都講迫其他人 其實我們最重要就是試 upgrade 以及去突破自己去衝出自己的安書區 我會想如果我有資源的話 想試一下搞一些concert出來 我們Hurby Station 都有每個月定期會搞一些live 但是我們都是這樣拍完 搞一些5號 之後就放給觀眾看 但是我們做這件事的目的 是為了想跟觀眾拉近距離 因為其實找到不同的朋友 來玩不同類型的音樂 就是想帶一些更加不同的東西給觀眾看 那何不有一個地方有一個機會 可以親身讓觀眾去感受這個氣氛呢 其實那些人好像 你看這條youtube 你真的不會聽到有這麼多聲音 我只是看到畫面 不是 用隻眼睛聽過 對 用隻眼睛聽過 就是現在可能我們除了說 音樂上會很用心靜之外 都要想到畫面上 因為我們都要想到觀眾喜歡看些什麼 就是你可能一條片 你要在不同角度 又要剪掉不同的東西 豐富一點才會更多人看 嗯 不要放棄啊 如果要說 我想說 就是大家要一起試很多東西 很多人都是 可能不去嘗試新的東西 或者突破自己 就是我身邊很多音樂朋友 可能去玩一個classic的 然後他就 哎呦 我不懂得怎麼彈pop 或者Jazz 然後他就困在classic的東西 那可能有一些Jazz的人 又回不了classic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所有東西要找一些平衡點 還有 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這個都重要 這件事很好 就是 我認識很多人 他們 譬如想學一件事 但是他們就 給自己很多藉口 就覺得學不到 其實有很多東西 包括我自己 有時候我一些混合的技術 都是 其實都是上youtube學回來的 去嘗試去吸收多些新的資訊 去學一下多些新的東西 不要綁死自己 一定是做不到 我自己就覺得 就是可能 很多年輕人都會 就是 包括我在內 當我成長的過程 都會可能找到不同的人 想是做一個學習的榜樣 這個固然是一件好的事 但是我就很想跟他們說 就是 如果 與其真的隨著一個方向走 就不如 自己走出一個方向 這個也是我 真的在細漢近年記了一句 歌的caption 對 就是 你有fist out嗎? 哈哈 哈哈 就是自己 我自己走出來 要